好了同学们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那咱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 理三第一小问 在一条公路上呢 每隔一百千米有一个仓库 这样一共有五个仓库 编号为一二三四五 现在一号仓库呢存有十吨货物 二号仓库呢存有二十吨货物 到五号仓库那里呢是存有四十吨货物的 其余两个仓库是空着的 现在呢我想把所有的货物都集中存放在一个仓库里 如果每吨货物运输一千米 需要付零点五元的运输费 那么最少需要多少运费才成 现在就是把三个仓库的货物运到一个 那很明显这个运费既跟你运送的路程有关 又跟你运送的货物的重量有关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考虑到哪 能问他最后花费的这个钱是最少的 那觉得应该是哪呢 最后 哎呀这么快就出来了 大家为什么是三号呢 那五个吗 但是在最中间了 哦就是因为我们用到了 刚才讲的那个向中间靠拢的原则 对吧 这样子的话 如果运到三号仓库 那么其他几个走到三号仓库的距离之后 肯定是最转的 运费不是跟路程有关吗 对不对 那走得越远 当然我这个所需要花的钱就越少了 对不对 好了同学们 大家是否都同意呢 肯定的 肯定的 哇大家真有资讯是吧 好那我来提出一下 我不同意 理由呢 同学们好好想一想 理由有如下的 吧吧吧吧 很多点 对吧 没有这么多了 其实有这样的几个 此处省略一万字 没有这么夸张 一百个的就够了 第一个问题是 咱们刚才说的 是不是每栋居民楼 到那个车站的距离之河 最短 是我每栋都得要算 但是 现在我不是每一个洞都要算的呀 为什么 三四没有 我四号没有错误 我根本不用管呢 也就是我算距离的时候 需要算三号和四号之间的距离吗 不需要 我不需要算的 对不对 我是不需要算的 那不要紧 不要算就当你没有嘛 当没有那我就一二三五五洞 那就二三之间的任意点就可以了 一二三五四洞对不对 那同样道理 三洞也不需要算的呀 那就二嘛 那就到二号藏库了 一二五有 就只有一二五有 是吗 这个切而不舍 就是向中间靠冷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理由 有两东西没有的 第二个理由是 我们刚才那第二呢 研究的是什么呢 是居民楼到车站的距离 但是现在我们这要题 大家想一想 你现在这要题 动的是居民楼吗 嗯 货 相当于是什么 这个货物相当于 居民楼里面的那个居民啊 咱如果把一吨看成是一人 这个太猛了哈 那这样的话 相当于是不是这楼里有十个人 嗯 这楼里是不是有二十个人 这楼里是有四十个人 那么你在算运费的时候 每个人是不是都得要算 嗯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看看你动十吨的好 动四十吨的好 动十吨的 肯定是十吨的更好一些吧 对不对 或者是二十吨是不是也稍微更好一点 因为你动的人少 是不是对我的运费也有影响的 对 所以同学们 对于这二题来讲 虽然感觉好像跟我们的第二题有点像 但实际上 我们最终真正的研究 你发现 影响最终结果的是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距离 另外一个就是货物的重量 就相当于我们居民楼里面的人数 那人数的多少 是不是也会对最终的结果有影响 嗯 那既然已经有了不同的变化 再用向中间靠拢 是不是就不太合适了 嗯 对不对 如果不信的话 你可以算一算 放在二号 三号 四号 所以你可以把一号 五号全算一遍 你发现最终的结果不是在我们选的什么中间那个位置的 反而是很偏僻的一个位置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 不信是吧 嗯 那咱算一下 比如说刚才加一口咬定就是三号 对不对 嗯 那咱们看啊 如果一号仓库运到三号仓库 需要运多少千米 200千米 200千米 然后运几吨 10吨 所以运费是不是10乘200 再乘0.5 然后二号运到三号 是不是应该是100千米 20吨 是不是乘0.5 嗯 然后五号运到三号的话 应该是200千米 40吨 然后是不是还是0.5 对 这个应该很好算吧 对不对 或者提起供应数 先把0.5提出来算里面 10乘200是2000 100乘20还是2000 这是4000 再加上后面这个是8000 那一共是12000 再乘0.5就应该是6000块钱 好 这是运到三号 嗯 是不是6000块钱 嗯 对吧 那比如说我不向中间 我4号 咱看看4号多少钱 如果运往4号的话 1号货物就得要走 几千米 一个两个 三十 嗯 三千米吧 对吧 300千米 然后再乘以10吨 然后乘以0.5 嗯 然后2号货物需要走 200 200千米乘以20吨 再乘以0.5 嗯 5号货物只需要走100千米 然后乘以40吨 乘以0.5 好 同样 跟拉海老师口算一下 3000加4000 7000 再加4000 是11000 11000乘1.5是 5500 哎呀 我们发现是5500元了 比我们放在三号楼便宜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4号了 那你再算算5号呢 对吧 那这个同学们自己就可以刻下吧 那就算完了 对吧 咱们课堂上就不再多说了 这个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5号算完你会发现比4号还便宜 比4号还便宜 那咱看一下后面的算法吧 最后运到5号仓库之后 运费只需要5000块钱 运费只需要5000块钱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道题目 有两个要素 一个是距离 但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 噸 噸数 对不对 那你看为什么你觉得放在5号是便宜的呢 5号墩多 哎 因为5号又是能货 我多 40吨 要比我们1号2号是不是又远远多出了很多很多啊 对不对 所以在有了吨数的影响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像中间运 反而不如像这个5号仓库运 便宜了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目 就带给我们同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如果你不需要考虑每一吨 就每一个动物居民楼里面的那个居民人数 那当然是用像中间靠拢原则是最合适的 但如果像变成了我们第三道题目 我得需要考虑人数了 像这个运送货物的敦数 那很明显我们发现 是把货物少的运往货物多的便宜 还是把货物多的运往货物少的便宜呢 当然是少的往多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第二个原则 它叫做小往大触靠原则 也很好理解吧 对不对 这个我比较强势一点 那你就过来一下吧 对不对 就我多你少 对吧 那你就过到我这边来就可以了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第二个原则 一定要区分好 它跟中间靠拢有什么区别 能理解了吗 同学们 好了 那我们的第一小题说到这里 好 接下来咱们撤了打铁 再来做这两个类似的题目 第二题 下图A B C D E 五个村之间的道路是一图 圆形当中表示的是 各村要上学的学生人数 道路上的数表示的是两村之间的距离 现在要在五个村当中选一个村建小学 让距离 总距离最短 什么叫做总距离 是所有学生 所有学生 而不仅仅是说我从一个村到另外一个村了 也就是说这要题要不要考虑青年人数 要 要的 对不对 那就不能单纯的向中间靠拢 应该是什么呢 小往大处靠 对不对 那么请问我选在哪里是最合适的呢 五十 五十 它不是最大吗 它是最大的 是吗 那同样的 那能算一算呗 对不对 我又有点 不太同意的意见了 大家老是老平家要唱反调 是吧 什么时候能一致一下 是这样子的 这个如果我们把小学建在一村的话 那么A B C B 是不是都得往一村走 对不对 咱慢慢来 从远到近 慢慢来 比如说我先让A村的走 它能一下就走到B一村去吗 不能 虽然是不是得先第一步 先步行三十米到C村 好 那同样B是不是也是到C村才可以 好那来看 如果A往C村走 那B也往C村走 那这个时候C村相当于汇集了多少人 八十个 八十个 那我还应该是往一村走吗 不是了 不是了吧 它多了 你现在这个时候C村是不是人变 多了呀 那就C了是吗 同样的别着急 咱们像这个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是从远处向你要移动的那个地方来考虑 现在大家觉得C村好像应该改成最大的这个建设 建设小学的地方了 那同样的 现在说不一村相当于C村最远 那我们先动一村 对不对 咱可能也先动最远的 这样大家一起汇集往前走 那么一村走到D这里 D村现在相当于累积了85人 原来在D 所以到底最后选在哪了 很好 选在D的 是选在D的 那这道题目大家能明白了吗 好 我最后再来简单说一下 这种题到底怎么做是正确的 首先其实家家的第一步没有错 他比较之后发现 一村的人多 对不对 一村的人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肯定应该是都往一村走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就有所不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是先让离一村最远的人 然后往前走就可以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AB两村走 这样走到这里是不是到了C村 这时候相当于C村的人数就变成了80人 这个时候需要递下来重新比较 因为这时候C比一人多了 所以我们是应该考虑向C村走 但同样这个时候谁离C村远了呢 是一村 所以我们让一村走到D这里来 发现这个时候又不行了 又变成了D村人多 所以最后把C村移到了D村这里来 所以这道题最后 我们的小学是建在了D村 是比较合理的 能理解了吧 同学们 包括这个过程怎么做 能明白了吗 一开始是没错的 谁多我就肯定往这边走 但是我们先从离它最远的那个开始走起 然后发现到这 它变多了 那接下来就向它这里边来汇集就可以了 每次都要停下来进行比较 能理解了吗 明白 好 那同样的我们的第三题跟它的方式就是一样的了 很简单的 60吨最多嘛 所以是不是肯定10吨先移到30 对不对 然后再移到C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A村 A移动到B 这样的话是不是40吨 还没这边的60多 对不对 那再到这儿 变成了60吨 这是60 这是60 中间还有个10 咦 那我应该移送到哪里来呢 D 啊 很好 我们就选择了 D就可以了 是这样子的 那你看看 如果两杯一样多 觉得我是不到C或者是E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好 比如说 我想移动到C 那这时候E离得远 是不是应该走 走到D就变成了多少 同理 如果我想往E移 C离得远了吧 这又是 其实 发现无论网C还E移 到D这里都变成最多的了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的是 D点仓库 那具体的负金费是多少 我们自己去算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同学们 那么我们第三的三道小题 就来介绍了第二个原则 叫做小网 大出靠原则 请你一定要注意好 它跟刚才那个向中间靠拢的 区别在哪里 能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咱们休息一下吧 好呀 好呀 拜拜 感谢观看